當大家都以為瘟疫只會在舊時代發生 冠狀病毒引發全球大流行 卻是活生生發生於 2020 年的事實 到今日,人類已發現超過 5000 種病毒 多得前人努力征服以往的多種病毒 今日我們才有更多技術應付未知的威脅 今日我要講世界上第一種被寫入歷史的病毒 18世紀有 6000 萬 19世紀有 3 億 1967 年還有 1000 至 1500 萬 我講甚麼呢? 就是全世界感染天花的數字 沒錯,天花是最早出現在人類身上的病毒 而且殺人無數 根據統計數字,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傷亡 大約有 9200 萬人 而持續到 20 世紀 全球因為天花而死亡的人數 遠超這個數字,介乎於 3 億至 5 億人 那麼天花的出現早到何時呢? 專家曾經在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穆乃伊身上 找到類似水坡的潰陽痕跡 這些痕跡與天花的明顯病徵十分相似 因此天花很可能在超過 3000 年前的古埃及就已出現 此外,早期的印度和東漢時期的中國文獻 亦有記載過這種疾病 例如進代名醫葛雄的方劑學名著 《爪後方》中 已有對天花病比較清楚的描述 但天花的流行要直至 1980 年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成功撲滅天花 這種傳染病才得以在全球絕跡 雖然天花是最早出現的病毒 但古代的醫學知識及技術不及後來先進 當時並未有病毒概念 因此,它並不是第一種在醫學史上被專家確認的病毒 既然天花不是第一種寫入病毒史的病毒 究竟會是甚麼呢? 原來,第一名成員是一種專門感染植物的病毒 叫做煙草花葉病毒,英文簡稱TMV 這種病毒會對不同種類的植物下毒手 特別是煙草及茄草植物 當植物受到TMV感染 通常在大約十天後便會開始出現症狀 受到感染的植物通常不會死亡 但它的生長會嚴重瘦 用蕃茄作例子 受到TMV感染的蕃茄會變形 顏色不均勻 而且比正常的蕃茄刺熟 具體的病徵都要視乎不同的植物分析 不過最常見的徵狀就是葉會捲曲 組織發黃 葉面變成一粒粒 像馬賽克的效果 TMV 亦是因為馬賽克的特點去命名 TMV 作為病毒學領域中第一種入冊的病毒 擔當相當核心的位置 整個發現過程要追溯至1879年 荷蘭瓦格寧根農業試驗站主任 亞道夫梅耶進行煙草疾病研究 當時他證明了 將患病植物的執液在健康植物上輕輕磨擦 便會令健康煙草染病造成傳播 他將這個疾病命名為TMD煙草花葉疾病 因為當時還未知原來是病毒作怪 亞道夫梅耶當時認為病因是細菌 但他未能培植出這種病菌 證明他的假設 八年後 一位俄羅斯微生物學家 德米特里伊曼洛夫斯基 開始研究東歐的煙草花葉疾病 這個研究進行了三年 他發現將染病植物的執液 倒入細菌過濾器時 當中一些致病因素 穿過過濾器的微細孔孔 從而試圖證明 煙草花葉疾病並不是由細菌引起 而是一些過濾性病毒 現在的人普遍都會將過濾性病毒 這個專有名詞簡化 直接稱它為病毒 伊曼洛夫斯基的發現 在二十世紀開始 受其他學者的後續研究確討 他們在實驗室成功沉澱 以及濃縮了這病毒 直到1935年 美國化學家 溫德爾·梅雷迪斯·斯坦利 成功將TMV 唇化為結晶體 成為醫學史上第一個病毒結晶體 成功將TMV 結晶後 專家才能清楚分析到病毒的生物化學結構 斯坦利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的薯榮 自此後 專家才確立到病毒的基本結構 就是核酸分子DNA或RNA 被一層蛋白質包覆著 然後找機會進入細胞搗亂 為人類或其他生物造成麻煩 沒有了因為TMV而奠定的生物化學基礎 像天花般的全球流行病毒 分分鐘到現在還在傳播中